所以針對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那藍營接下來的動作 在十月十一號 趙康董事長說要戰鬥籃動員令 藍甫選列車高雄市的前市長韓國瑜 韓國瑜要回來了 那麼謝文介也說要爭取立委 其次過半要贏回國家的未來 我們當然知道外界 對於藍白核期待非常高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為最近的民調 大概這一個都會來 大概活躍於小勝柯文哲一點點 那在這個之前的三個月 大概柯文哲都小贏侯友宜 大概就是他的局勢大概這樣 所以柯文哲有點在倒退的時候 他就想說我去美國 我能夠再加一點分 可是去美國他訪問哪些人 根本沒有媒體要報導 所以他在美國只好改弦一策 換一個方式 他在美國大談藍白核 每天丟出一個東西 讓隨行的記者去寫 就讓他有曝光 讓他有曝光 他在美國 因為他見的那些不是很重要 何友宜見了16個參眾議員 訪問了美國四個很重要的智庫基金會 然後也見了紐約的市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何友宜其實是有加分 才會讓柯文哲解釋說 我七下人不能加分 但他不能加分 不能加分 他想的方式就是說 那我採一個這樣的方式 那當然國民黨對於核 有很高的期待 相反的民眾黨其實是沒有 很多人以為民眾黨也很想 其實是沒有 那國民黨當然他不能做一個藍白核 被外界認為的破壞者 所以柯文哲他丟出了一個說 用民調 那他認為說我現在用民調我衝一下 而且我敢打賭 他心中應該是認為說 利盈會幫我灌票 所以我會贏 那就整個選戰來講的話 他丟出來的國民黨其實是很難接招 就怎麼講 因為柯文哲在美國丟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如果贏侯友宜退選 你什麼都不能選 他不是大家想說你贈我負 不是 柯文哲就丟出這個 你不能選 那我跟你玩這個 我桌上只有一百塊 你有一萬塊 我們賭桌面的 這個就是賭徒心態 那你當國民黨沒辦法這樣就接招 而且據我所知 藍白核根本就 根本雙方都還沒有接觸 那都是處於在謊話 那柯文哲越講越興奮 因為他顯然主導了藍白核的議題 我用民調有什麼不對 大家講對 所以現在雙方還是各唱各的調 根本還沒有面對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 藍白核雖然有非常多的期待 但是前面的道路其實是困難重重 就好像那個 柯文龍教授所講的 就一場春夢 那現在你看的這情況 他其實很多人講 多數民意期待 那都是民意期待表示 不一定表示會成 因為藍白核最主要叫柯文哲同意 活友宜同意 這兩個人同意才有辦法 那到目前為止 兩個人其實都沒有接觸過 就這個議題 柯文哲跟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也沒有接觸過 所以都是在謊話 那藍營很多人對這個議題很關心 認為說一定要合 其實大家認為說一定要合 合才會贏不合穩輸 這百分之百輸 就這樣 那這個局勢會讓很多人心交 所以藍營很多人紛紛跳出來 不管匿名的 或者公開像趙少康他們 那這些講了以後 其實對民眾黨來講 他覺得說你這樣是要吃定我們 所以你要眼下來看的話 民眾黨裡面的人 多數其實是主戰派 不要合 我們自己打 那這個當然給柯文哲很大壓力 那柯文哲 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他也比較傾向自己選 因為柯文哲很早就講 我不當副 那你要跟我比民調可以 因為我有把握嘛 立營會幫我灌票 我有把握 立營絕對不願意 跟侯友宜一對一打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民進黨這八年為什麼敢成為 魏耀前嘴巴首獎的壓霸黨 因為他立法院過半數 但是下一屆即使賴清德顯得贏 只要國民黨有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以現在的民調 或者氛圍的話 他在立法院絕對是第一大黨 然後大概50萬票 50席左右 大概有吧 對不對 立法院過半是57席啊 那他還有一些黨友 譬如說高金素媒啊 這些都很挺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其實是有優勢 未必會過半 可是他會成為最大黨 可是國民黨一旦沒有總統的 候選人的話 這個不要講第一大黨 他能夠保40席就不錯了 國民黨目前只有38席啊 在立法院只有38席 所以你任任何一個人來看喔 就國民黨他裡面當然有非常多的考量 那柯文哲就是比較賭徒心態 我剛剛講了 我就跟你玩大賭的嘛 柯文哲即使代表藍牌而出來選的話 我老實講 他的不文區立委 因為他區立委不會當選 他區立委不會當選任的一個席次 他就是拚不文區立委 34席裡面他會拿多少席呢 最少80席最多10席啊 不管他都強 這是一定的嘛 因為你看整個態勢就是這樣啊 那所以柯文哲他比較有賭的籌碼 因為他手上掌握的東西比較少 資源比較少 那對他有用就是民調嘛 那我給各位參考一個民調 我憑我記憶啊 我不用看任的資料 因為柯文哲提出了五家民調 他最近提出一些組裝 第一個2014年我要出來選 民進黨提名牙文哲也出來選 結果我們兩個做民調我贏啊 民進黨挺我啊 應該照這個方式啊 第二個呢 他提出了說 找五家民調公司 五家民調公司是怎麼樣 國民黨2019年 有五個人要選總統 那當然大家知道那一場 就是韓國瑜贏了 郭台銘還有朱立倫 還有張亞中 還有周錫瑋嘛 他等於說贏了這四個人 所以就韓國瑜贏了 可是韓國瑜 他們做了有副比試跟對比試 那對比試當然就是對民進黨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已經確定 那個蔡英文打敗 黨內蘇聯打敗了賴清德 所以已經確定是蔡英文了 那國民黨這五個人要分別人 來跟他對比的時候 你知道韓國瑜贏蔡英文多少嗎 很多人都忘了這個選票 我記得韓國瑜是47.7 蔡英文是15.8 我相信任何一個正常人 全台灣沒有人相信 民進黨蔡英文的得票 會只有15.8 不可能嘛 那這五家民調公司 就是賴清德 那個柯文哲現在在講 就找五家 因為這個民調顯然是有被灌票 有被操作的啦 顯然講 因為蔡英文如何做得再差 也不可能民調不到韓國瑜的三分之一 不到喔 真的不到 我再把數字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蔡英文15.8 韓國瑜47.7 這個再怎麼想 違反常情嘛 就是說違反常情 可是民調做出來 你說這五家民調不公平嗎 這五家多數的那個我都認識 那這五家其實也是蠻公道 第一家是TVPS 第二家是聯合報 聯合報的民進調查 第三家是世界 四星大協的民調 第四家是前方位 第五家是全國 那這些都蠻有公信力的 那他做出來 綜合的民調是這樣的話 國民黨當然就提名韓國瑜了 那這個當然選舉結果 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說他當然背後也有很多因素 但是我是要講的就是說 這民調為什麼會 大家覺得這麼不公平 因為他失真 為什麼會失真到哪裡 因為利盈全力參與嘛 利盈全力參與 那柯文哲現在有把握就是 我跟侯友宜做民調的話 利盈會參與 而且會比較挺我 他其實是這樣講 所以我只要當選以後 侯友宜你就打包回家 我根本連 我已經跟你講了嘛 輸了你就退出了 就不要想說當我副手嘛 那這個當然是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他裡面很多極限 對藍營在現在的身世上會不利 因為藍營也很多人 或者網路都是我的年輕人說 你在怕什麼 那大家覺得說 如果民調是這樣的話 那我剛剛講的四年前 2019年的這個民調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的民調 大家就要把它想一想 他的參考價值有多少 那我們看國民黨 最近自己的黨內初選民調 就是韓國瑜跟郭台銘 他當然他找了三家民調公司 這三家當然也都是侯友宜營 那時候的氛圍 那可是他還有兩個東西是參考 一個是14個執政縣市的縣市長 我通常問你們你們要挺誰 當然九成是挺侯友宜 然後要選立委的 我也去問你們 現任立委跟提名選立委的 要選立委 結果也是九成以上要挺侯友宜 那他的參考就在這裡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當然大家對藍白和友 我也非常高的期待 認為也有可能 可是萬一如果有一方 他真的不一定很想和 可是他的基心是什麼 我要讓外界知道是 不是我在破壞藍白和 不是我在破壞藍白和 所以你們要同情我 你要看他的 他現在的手法是這樣 那當然現在國民黨 他處於非常不利的 因為人家就跟他校正了嘛 那校正就是像我前面所講 計我手指 兩邊根本沒有談過 真正能夠代表國民黨 只有兩個人 對不對 如果要代表國民黨 當然黨主席跟秘書長 那如果要代表國民黨這個陣營的 真正來講就是 火友宜跟朱立倫 那這些都沒有接觸啊 那代表民眾黨的只有柯文哲啊 其他人代表性也不高啊 所以如果沒有接觸 現在紙衣等於說在放話 那國民黨這邊有沒有人放什麼話呢 有很多很憂心說合不起來的人 一直出來講話 不管匿名或者才 等於說紀名 可是這些人是沒有代表性的 包括趙少康他們都不算有代表性 因為你沒有黨 你沒有黨主席的授權嘛 你講的東西是沒有代表性的 甚至包括韓國瑜也沒有代表性 因為黨主席也沒有授權你講 你們是很憂心 大家也知道你們希望國民黨贏 希望國民黨能夠主導 這個都是好意都知道 那現在大家看到了 台灣民眾黨是柯文哲始終由他 本來是發言人放話 可是到後來就變成是他自己出來放 那放了就賭定你國民黨不敢 對不對 我桌上有100塊 你桌上有100萬塊 我們來對賭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 那國民黨現在就變成很慈悲 國民黨裡面很多 很多人也是挺克文哲 我講國民黨很多 很多人是挺克文哲 不管他是暗中 或者是他假裝講一些話 其實他們 他們這幾個月來都是挺克文哲 而且每一個人我都認識 每一個人我也很清楚 但我講 如果這樣的話 你如果做一個國民黨黨主席 你會怎麼想 我這一段講比較長 我告訴你 國民黨的主席會怎樣 我當主席 我會怎麼想 那如果這樣的話 不合一定輸嘛 那合的話 如果立營會幫克文哲 去民調裡面加分的話 我要不要接戰 我也不能接戰 因為國民黨沒有總統候選人 立委會死得很慘 小姬會死得很慘 那我如果是一個黨主席的話 我只有一個思考 我這思考就是 我總統即使輸了 我立委一定要贏 在立法院成為最大黨 對不對 這是退而求其事 因為既然分了我沒辦法 那我至少立委要這樣 任何當主席 主席一定要這樣考慮 那如果是這樣考慮的話 今天藍白盒就反而沒有那麼單純 不是只有總統由誰來選的問題 對不對 那他是一個更廣層面的 那我覺得說柯文哲 因為他們那邊主戰派多 包括他自己都很主戰 那他等於就丟一個球給國民黨 而且都是透過媒體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講 你國民黨為什麼不趕快跟他接觸 是啊 我也很納悶 國民黨為什麼不趕快跟他接觸 早早 對不對 我接觸 然後我跟媒體講 我已經跟柯文哲主席 跟他約時間 他說他要喬一個時間 因為柯文哲也不會 就是說季節你 但是要喬一個時間 但是我告訴各位朋友 其實對柯文哲未必很有利 柯文哲認為說 有人會幫我 我們這兩天在放國慶的假 你知道10月11號有兩件事情 10月11號就是我們上班的第一天 第一天就是 趙叉康會帶三十幾個立委 還有韓國瑜 他們會開記者會 那替 等於說替整個省事 因為韓國瑜會出來講嘛 講的話 有些深藍的還不挺 侯友宜的話 他會歸對一部分 我不敢講多數啦 但是至少韓倫會歸來一部分的話 活友宜的民調會再高一點 然後10月11號還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都沒有媒體報導 高宏安要出庭 高宏安出庭 請問記者都去包圍柯文哲 柯文哲的身世會好嗎 那這個庭就是貪污案的庭啊 所以你要看這些局勢喔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是在流動的 那柯文哲認為說眼下流動 我丟出個問題 對我有利嘛 對我有利 那其實 你如果說現在即使你民調贏 過一陣子未必你贏 要什麼時候贏呢 要投票前一天晚上你還是贏 才有獎 甚至投票前一天晚上 像我看過的民調 丁手中2018是贏柯文哲的 票投出來還是輸啊 你當然可以說 因為那時候十大公投啦 一邊投票一邊開票啊怎麼樣 但是畢竟你就數字上還是他贏啊 所以我這段講比較久一點 我就跟各位朋友講 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希望能夠合 但是我們也非常期待 因為一定要這樣才可以 把民進黨拉下來 可是如果最後能夠不合的話 因為柯文哲他有個盤算 如果藍白合不成的話 我要棄保國民黨 各位你說 你有那麼大的氣魄嗎 各位朋友 險戰真的是在流動的 因為我這種險戰的心 我跑非常久了 那我跟各位朋友講 你也不要看這個意思 因為他很多東西是在流動 他很多事情會有一些變化 一個大的新聞事件 一衝擊一個變化出來 他就改變了選舉結果 兩顆子彈就是這樣 零零連送被百分之百贏成水扁 結果 可是要前一天這樣 就關盤了 是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不到最後一刻 當然這個都還是順行萬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任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